美食博主做了十年 有个城市好吃到会让我恨自己没长十个胃 它就是张州 两百块 到底能在张州吃多少好东西 这个神奇的手法是在做锅边壶 张州人的早餐值得向全世界安逸 锅边摊出来的米皮又香又薄 然后加上各种卤料 在碗里也看着好像有些普通 但一口闽南的卤汤 能把人鲜的魂都丢了 豆花我吃过很多 但豆花粉丝还是第一次见到 豆花细呢粉丝有嚼头 没想到搭在一起居然这么惊艳 里面加上肥肠 豆干 腊肠 连吃惯了甜豆花的人都会在这碗咸豆花面前达成和解 张州古城有个孔庙 所以附近的特色果汁店都叫孔庙果汁 甘蔗榨汁打底 再加一把片栽黄草 带着淡淡的青草香 让人喝着融幕充分 谢谢阿姨 吃十块钱一碗的卤面 达卤里全是山珍海味 当然 如果你想加更多的好料 预算可就上不封顶了 卤面要配着五香卷一起吃 外面包的是腐皮 里面满满的马蹄肉馅 刚炸出来的最好吃 这种甜辣汁我在福建经常见到 配合油炸的食物非常简易 在张州吃深烫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四十多种配料 各种肉和海鲜挑花叶 只用青汤加姜丝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选了半个小时上桌五分钟 十大十的飘零霸煮 但经不住真的太香了 别人冬天去看雪山 而我们在张州吃雪山 街边随处可见的四果汤 闽南传统一般放莲子 玉米 绿豆 银岩 而我煮打了个随心火力 让老板把冰盖厚一点 浇上糖浆 这才有灵魂 我们还找到了特别好吃的柯仔煎 每一颗好都能爆姜 柯仔煎有很多种做法 张州的柯仔煎是用米浆来混合的 吃起来更酥脆也清爽 一定要搭配一碗柯仔米线一起 加油就能翻倍 在福建张州 还有很多诺基基的碳水 三角果 外酥里嫩 加上密质的酸辣酱料 但你很难吃到 因为一出锅就会被本地人一抢而空 这个趁着更好吃 如果抢不到 你也可以尝尝古城里的QQ串 麻糍 菜头果 菜头果其实是三角果的家大版 不止好吃还有好彩头 还有一种叫面坚果 是在张州才吃得到的传统手艺 酥酥脆脆的外皮 夹心丰富又厚实 有咸甜两种口味可以选择 我觉得甜的更好吃 本地老话说 穿在苏州杭州 吃在福建张州 这里地道的闽南古早味 是山珍海味融会一锅的卤面和深烫 是张州甘甜的片仔黄草甘蔗汁 是外焦里嫩的面坚果 和外软内酥的张州麻糍 是需要你来一一探寻的 两百六十多种小吃 走在一千多年历史的张州古道上 用脚步连接着美食地图 用舌尖感受人间烟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